警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忠诚相伴 默默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警犬纪事 聚焦这个特殊的群体 从出生 选拔 训练 工作 退役等各个阶段 展示警犬的一生 警犬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 灵敏超凡的嗅觉和听觉 加之它们忠诚的天性 顽强的忍耐力 以及凶狠的咬斗本领 它们已经成为了警界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中国的警犬队伍中 就有一部分优秀的警犬是来自海外 而一年一度的德国牧羊犬大赛 就是中国警方为挑选海外警犬 所关注的重要赛事 2013年5月19日 一年一度的德国牧羊犬大赛 在德国的夏萨克森州举行 每一道犬赛 全德国的羊犬爱好者 都会从其他城市 带着自己的爱犬来到这里 在欢腾而又紧张的气氛中 尽情地享受着 世界上最热门的犬赛 所带来的欢乐 德国的牧羊犬大赛 由德国牧羊犬协会主办 德国牧羊犬协会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犬种繁殖协会 在这里 德国牧羊犬 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犬种 将根据自身能力和外形的特点 在三类不同的比赛中进行角逐 申请参展者提前向主办方报名 并交纳参展费 评审员以德国牧羊犬的 标准书为依据 对犬的外貌 秉性 身体各部位构造 及步态等进行鉴定评分 赛事每年的优胜者 都会成为全德国的焦点 因为有完善的培养选拔机制 德国也成为中国警方 挑选海外警犬的重要国家 2017年10月的一天 就有40头从德国进口的警犬 抵达首都机场 他们在中国的旅职生涯即将开始 11 12 13 14 15 16 这16头咱们再删一遍 基本上以德木 这是德木 端图是他头 拉的时候一定注意什么呀 就是有几个 行方性比较高的 稍微给那些高与胳膊掰一下 经过隔离免疫之后 这批飘洋过海到来的警犬们 将面临一次小小的测试 警犬们今天的各项表现 将作为他们以后 不同训练方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这四头犬牵取不错 一会把这些每头犬的细致表现 咱们再进行记录一下 富尔特 胆量 优 牵取量 这四头犬也非常的优秀 这一段时间在进行初期的考核 根据他的每个犬的 实际的选取 胆量 也是作为我们下一步 这个训练的一个重点 这些从小听着德语长大的警犬们 在面对代权民警发出的中文口令时 显得一脸茫然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他们才能明白过来 说兔是落了 一会儿试 它这后块有点拉不开 然后下一个是拉这个 三排羊二的巴图 巴图是一头罗威纳犬 在这俗车叫大头 大头是不是很贴切 但是可能就是民间的一种术语 就像黑贝一样 是一个非常凶猛的铺药犬 这类犬来说 首先来说它的咬合力 是大于所有的犬 巴图吸引了所有代权民警的注意 不仅是他凶猛的性格 还有他近乎完美的表现 四号乐兹 四号乐兹 大多数警犬品种都产自欧洲 犬从国外引进之后 经过几代繁殖 种群融合 会使犬的原始基因逐渐退化 为此 公安部先后多次去欧洲 引进优良基因的警犬 包括德牧 拉不拉多 史宾格 罗威纳犬等品种 再从中挑选出适合繁育的种犬 以及适合训练的训练犬 以此来保持警犬的优良品质 以及它们本来的习性 那么这些海外引进的警犬 在来中国履职之前 会接受怎样严苛的挑选呢 至今 在距离德国法兰克福 200公里外的雷尔巴赫小镇 十年63岁的羊犬户 科本尼克的家里 仍然可以看到 中国警方多次赴欧洲购犬时的照片 羊犬户科本尼克 是个十四岁就开始 训犬生涯的老人 也是德国各级犬赛 有名的获奖大户 由于有着过硬的训犬技术 科本尼克的训犬俱乐部 成为了各国警方购犬的重要去处 有的客户甚至直接委托科本尼克 对所购警犬进行基础课程训练 随着购犬的人逐渐增多 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的科本尼克 也迎来了中国的客人 主要是欧洲有好的群种 我们去引进这个种犬 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买的犬要有好的系统 世代要清楚 再一个就是犬的特性 要符合这个品种的特性 就会提前外贸特性 再一个就是犬的警方性能 我们从犬的身形类型 战友欲 刑取欲等等来考虑 另外一个还有犬的牌子性能要具备 尽管中国警方对犬的要求有些苛刻 但是经过反复悉心的筛选 每次都会在科本尼克的训犬俱乐部 选中外形和工作能力平衡发展的种犬 经营的品种有七个品种 德国梅养犬 拉巴拉罗犬 史宾格犬 马里龙阿犬 罗威纳犬 等等 引进这些犬 我们进行了这个北弩化的研究 让这些犬 群的资源 能够在中国延续 群的基因不退化 而在北京 这些漂洋过海来到北京的警犬 经过几轮测试 这批犬中有18头率先进行了分配 也就是说 他们马上就要迎来新的中国主人 之前跟我们说了 咱们这不尽头了几条波音达吗 然后我们三个人肯定是这三条波音达 我是第一个抽的签 当时抽签还挺紧张的 之前咱们从来没有过这个犬种 所以以前都没见过 徐芳芳是一名代犬民警 看起来还很年轻的她 已经在警犬基地 带出过多头出色的警犬 然而不同于以往的分犬过程 这一次抽签分配之前 徐芳芳还没见过这名 即将到来的伙伴 她叫达克他 这个应该是她名字的中文译本 我觉得她的英文名应该能好听多了 就是她了 宝贝 是你吗 你是叫达克他吗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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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下吧 我是你妈妈 好不好 波音达是一种指示猎犬 这是公安部第一次引进这种犬 以前从未进入过中国警犬序列 在徐芳芳的带领下 她能否成为一只合格的警犬呢 而一开始备受瞩目的罗维纳犬巴图 则被民警刘凤义抽到手中 巴图 和他玩得 spectator 派克お优壬 不过 回来 回来 这只手了吗 这只手了吗 真能冲分辉 copper evaluate 好 挪威娜犬是天生的护卫犬 它身体强壮 动作迅猛 性格强悍 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的犬种之一 特别壮 身上就像剪头壮 来来来 挖头 挖头 目前刘凤毅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让巴图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它是从国外购买的竞选 然后到中国以后 这个语言 口令是不通的 我得让它慢慢能听懂咱中国话 用我的一个语音语调去呼唤它的名字 让它认识我 让它熟悉我的声音 但刘凤毅很快发现 巴图好战好斗的性格 超出了它的想象 只要身边有其他犬出现 巴图立即就会进入战斗状态 这对警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然而两岁的巴图已经属于成年犬 要想改变其好斗的性格并非易事 再加上作为一头扑摇犬 刘凤毅也不能完全去除巴图好战的天性 他有可能在以前的人家里 是我行我素挂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队里就要对这批心犬和戴犬民警的亲和关系进行测试 也就是考察 心犬是不是能够完全信任主人 听从主人指令 这最基本的要求 对刘凤毅和巴图来说 都是一个考验 他长得还可以 所以身体素质应该没问题 这个胆量也很大 是不是 你看 他对人不害怕 民警朱耀正抽到的是一头德木 按照他全身枯草黄的颜色 朱耀正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名字 叫做大黄 没事 你看 这环境心境很强 对不对 这生人不害怕 你看 生这个散链可以 现在就看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 就是有没有嫌弃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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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很快 新分配的这十八头犬 要进行亲和关系测试 测试前 八图还在寻找对手较量 这两刘凤逸心里很没有抵 给您看了 他跟那个跑龙里的其他的犬 隔着龙子也在较劲 扛脖子 然后那个竖起尾部来 而且会发出那种低吼 有点抗战 现在 慢慢得就着他打架的毛病 现在 有什么科目 科目现在 他就会一坐应该是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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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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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的闲取欲和占有欲 出奇的强烈 有球吧 拿一个 先一会儿 让他先一会儿 先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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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球的占有欲太强了 他那个就是 喘的 无论朱耀证怎么下指令 大黄都毫不松口 看来 他们之间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看主要的问题什么 就那些犬 全是 打架 得纠正这份 大多数引进犬的亲和关系 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根据今天的表现 以及犬的不同特点 对立会进行 搜读 搜报 物证 追踪 扑咬等 七个科目的分类 从训练各方面来说 是那个没挑 特别优秀 但是就需要呢 就是给他改一些 他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形成了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一头优秀的警犬 在工作时 注意力也必须高度集中 否则 以他们高度发达的 嗅觉和听觉 非常容易被外界各种因素干扰 每个国家训练警犬的方法 都不尽相同 在英国 一位退休的老侦探 就有着他独特的训犬方式 这里是距离众市区75英里的一个普通的村庄 退休后的老侦探彼得和他的爱犬 就住在这个远离喧嚣的地方 这样的相间打猎 是彼得先生训犬的一个独特的方法 彼得先生训练的猎犬队是一群聪明好动的使兵隔拳 在猎场上 他们是主人最好的助手 确定目标后 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丛林 此时彼得先生的哨声 就是他们的最高指挥 这个声音是在通知他们 目标就在附近 这个声音 则是在提醒他们调转方向 这样的长音 则是让他们再往远处去点 成功了 有了这样的配合 猎犬们会满载而归 彼得家的使兵隔拳 一共有十多头 在这里他们生活得十分自由 平时除了训练 家里的这一大片草地 就是他们的专属游乐园 使兵隔拳生性活泼 酷爱运动 所以彼得先生每天都会拿出充分的时间 陪他们尽情地玩耍 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玩闹 只要主人的口令一发 所有的犬就会像士兵一样 立刻进入待命状态 而在中国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里 民警徐芳芳的训犬工作就初见成效 徐芳芳给这头波音打拳 起了个新名字 梯皮 宝贝 梯皮 梯皮 噓 去吧你们就掌出来啊 去搜 搜 搜 我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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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吧 去一下大宝贝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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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选的时候 你教会她一个科目 或者教会她一个动作 特别的有成就感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 满足也好 或者一个特别开心的事 好 好 巴图的进步也非常明显 不管周围的犬怎么干扰 她始终全神贯注地盯着刘凤毅 执行每一道口令 似乎完全忘记了打架这件事 她以前那时候刚哭的时候 这都不能想象成达到这种的 那时候刚哭的时候 出来就是照顾大家 现在你看她基本上在这 能达到腹里别的 这种变化 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是在不知不觉中的 她现在对我应该是慢慢地在接受我 今天这三位新战士的状态 已经和他们刚到来时完全不一样 尘化病 训犬说白了就是一辛苦过 成百次上千次的这么周围负使 反复地进行训练 它能达到一定的量面 它能够质变 这回的地方一定能轮 这回的地方一定能轮 这个工作就是越多干一年 就让我越明显 就是明确的感觉 我的这个工作没有选错 我觉得我特别庆幸 就是我的工作 跟我的爱好是一致的 不行 不行 在他这个世界 主人就是他最最好的朋友 就依靠这个主人 你所有的欢乐 你所有的忧愁 都是你带给他的 这三头飘洋过海 来到中国的情犬 最终全部以优异的表现 通过了测试 大黄执着的性格 在行政方面潜力十足 灵活的梯皮 在嗅觉作业方面 在嗅觉作业方面 无具优势 而巴图 已经可以看到 一头优秀的铺摇犬 慢慢成形 他们身上每一个旁人 不易察觉的细微转变 背后都透露出 训权民警所付出的汗水 与努力 在未来 他们将在中国训权员的手中 成为优秀的中国警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